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Liko的1815题 那么这一题呢是双周竞赛的最后一题 它有一点点难,但其实等我们讲解之后我们也能够发现 其实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好,那还没有看过的同学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题题目 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个例子入手 第一个例子是说他做甜点圈每次做出来三个 然后我们有六批客人 那第一批客人只有一个人,第二批客人有两个人 以此类推,那我们想让最多组的客户们吃到最新鲜的甜点圈 也就是刚出炉就能吃到 好,那最后他把它arrange成6,2,4,5,1,3 我们看到这批六个人 那第一批的人肯定是能吃到最新鲜的 这六个人就第一批出了三个甜点圈吃掉了 然后又出了三个甜点圈又吃掉了 一个都没有剩下 好,然后下一批有两个人 那我们出炉了三个甜点圈 分给了两个人,还剩一个 所以接下来有四个人他们就吃不到新鲜的甜点圈了 就有人就吃不到了 不过这四个人,第一个人先吃掉 上一轮剩下了一个 后面又出炉了三个新的全吃掉了 也就是说这批四个人之后 没有剩下的甜点圈 所以接下来这五个人就肯定能够吃到新鲜的甜点圈 那这五个人吃完还剩一个 那这一个人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剩下的一个给吃掉 那么最后三个人又可以吃到新鲜的三个甜点圈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 比如说如果是三的倍数 那么就尽量让他们排在前面吃掉就行了 他们肯定都能吃掉最新鲜的 而且吃掉没有剩余的 同理如果像2加4,5加1这种 他们加起来也是6的倍数 就可以也让他们就先去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Batch Size是4,Group有这么多 那其实像这一题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Batch Size是4 比如说四个人,八个人,十二个人,十六个人 其实都一样 或者说是一个人,五个人,九个人都一样 因为他们模式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先模式,模掉 就是模掉这个Batch Size 然后如果模式是等于0 我们只要需要把答案加1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有两个数 他们加起来是4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贪心的 把他们给先放在一起 比如说1和3,2和2 所以这题先用一点贪心的想法 我们便利每个Group 把它模掉Batch Size 如果是0,答案直接加加 那如果对于某一个不是0的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是1 那我就看一下它有没有3的 如果有3的,那我也加加 然后再把3的减一下 否则的话,那我就把那个对应的Count给加一下 好,那这个例子的话经过处理 那最后的Count就变成0,2,0,0 就是说磨1的最后还剩下两个 磨2的是0,磨3的是0 那磨掉最后为0的肯定是0了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直接更新了Result 好,那么剩下我们就是要处理这个Count了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零碎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要去处理它 看这里面我们有多少个 有多少组的人能够吃到新鲜的甜点圈 那这里我们就要使用Backtracking了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这里多少人可以组成一组 这样子能够贪心的 贪心的在这里就行不通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 因为这里有很多组 可能有三个一组,四个一组 就把五个人放在一个整体 或者更多的人组成一个整体 这里我们就不清楚 多少个要组成一个整体了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Backtracking了 那Backtracking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Backtracking 就我们传进去这个Count 然后我们有Remain,我们有BatchSize 那我这个Backtracking里面就算出 就是现在这个Count 它能够有多少个Happy的Group 那我对于这个子问题 那我一开始出示化是0 那我从一开始变利 因为0的话这个数值肯定是0了 所以从一开始就行了 如果那个是0 那我们就不需要去看了 因为它已经没有Group了 否则的话我们看一下Remain是不是0 如果Remain是0 那我们这个Temp就是1 因为内组的人肯定能够吃到 最新鲜的甜甜圈 因为Remain是0了 好,那我们就假设先让内组的人去吃 把内组的人挑出来 所以Counts I就减减 然后Recursive的去算一下 最后要把状态加回来 这个不要忘记了 这都是一种很常见的Backtracking 写代码的方式 然后最后更新一下我的Result 那在我Recursive call的时候 因为我们让这组的人去吃了 所以我们要更新一下我们的Remain 好,那么这样子代码答案是对的 不过速度的话可能就不太好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重复的子问题 比如说假如Counts是032 如果我们一开始先挑 就是Group为1的 然后再挑Group为2的 那么Counts就变成021 但另外一种选法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先挑Group为2的 再挑Group为1的 Counts也是021 就有很多重复的子问题 所以这些重复的子问题 它们的状态都是这样的021 所以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把这个Vector map成一个Stream 比如说 Group为1的有两个 Group为2的有一个 Group为3的有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Key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函数 去生成这样一个Key 把它当作Key 然后我们有个Cache 如果算过就放在这个Cache里面就行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DFSFunction 多加一个Cache的参数 好 然后用这个getKeyFunction 生成这个Key 如果这个Key在Cache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 然后最后 如果没有在Cache里面 我们就去算当前这个Counts下 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多的 高性的这个Group 得到答案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Cache给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题呢 大概就是这题的解法 那主要的是 首先我们要使用 Gridia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规模给减小 因为我们知道 Groups的size有30个 那可能就比较大 但是Batch的话 size是0到9之间 那就会比较小 然后又使用了一些Gridia的想法 就把它的规模给进一步减小了 那接下来就是Result加上DFS 那对于这个Counts我们要算出 在余下的这些Counts里面 我们有最多的 多少个Happy的Group 那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使用Backtracking的解法 这个Backtracking的解法也是一种 就是我们会经常见到 就是在这个For Loop里面 对于每一个可能的 可选的Group 我们去尝试选它 然后算了算了 把每个都试一下 算出我当前最大纸 然后把我的Cash给更新一下 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算是模板吧 好 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见